2021年5月,日本多摩动物园开放了一个特别的展览,持续了半年之久,展示了一个蚁群死亡的过程。 这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直接向观众展示死亡的动物园了。 为什么展示死亡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死亡在日本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民众对它的思考和讨论比较开放。 另一个原因是,日本自从在19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直到1990年代,才制定了应对少子的政策,到今天依然严重受困于老龄化的问题。 向民众展示蚁群的死亡过程,其实也是当代人给后辈们敲的警钟。 你们可以看看,就算是这么一个有序的社群,当老龄化发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这场展示也确实引起了日本青年的大讨论。 今天的科技参考,我们就来说说这群蚂蚁的死亡,然后再谈谈少子化和社群延续的问题。 这个动物园在2014年引进了一窝每周切叶仪。 其实大多数动物园的昆虫区如果想展示蚁群的话,通常都会选择切叶仪。 这种蚂蚁的体态就是典型的蚂蚁的样子,但社群的复杂度却远远高出其他类型的蚁群。 甚至被有些昆虫学家誉为是地球上仅次于人类的第二大复杂的社会动物。 在野外,典型的一窝有几百万只个体, 蚁群的体积大约和一个建筑面积300平米的独栋别墅差不多。 蚁群里这些蚂蚁分为四个阶级,体型最小的叫做迷你工。 他们类似于人类社群中的保育员和厨师,给那些刚出生还没能力独自进食的蚂蚁宝宝喂饭。 其他切叶已吃的东西也主要是由他们制作的,饭呢其实比较单一,通俗的说就是蘑菇。 准确的说就是尚未长成大片大片的蘑菇,而是刚刚生长出菌丝的蘑菇前体。 这些蚂蚁主要就是以蘑菇菌丝为食的,什么时候该把腐植制堆到蘑菇农场里, 什么时候该翻动一下菌丝了,什么时候该收获了,都是由迷你工完成的。 体型再大一些的叫做小工,他们负责采集队的安全,类似于人类社会里的标识。 切业以大队人马出去找树叶的时候,这些小工就打头阵,遇到威胁就冲上去。 体型再大一些的叫做一般工, 他们有小工和迷你工都没有的比较强壮的上下颚, 可以用嘴把叶子咬断,再分解成小片,这样运回窝去,给菌丝的生长提供肥料。 体型最大的叫做主力,他们的体型最大,身长大约是最小的迷你工的五倍, 负责保卫巢穴,有的时候也负责搬运谁都搬不动的那些重物。 他们一般是不伺候其他蚂蚁的,只享受其他刺激蚂蚁的服务。 当然,每个蚁窝还有一个特殊阶级就是蚁后。 早年的昆虫学研究会把蚁后形容成蚁窝的统治者,至高无上。 但如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蚁后的身份其实更类似于蚁窝的生育机器, 蚁后谈不上任何权利,像奴隶一样被困在一所, 跟自己身体差不多大的房间里,一辈子的任务就是生生生。 这个蚁窝在展示了六年半以后,工作人员有一天发现蚁后已经死了。 这也并不稀奇,因为切叶蚁的蚁后每天产卵一千颗, 一天不停的生育了七八年,这就属于寿终正寝,正常死亡。 如果是在野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这只蚁后并不是窝里的唯一一只蚁后的话, 这种蚂蚁社群就叫做多后制,也就是有多个蚁后的意思。 通常呢,会有几十到一百多只蚁后, 那么就由其他的蚁后继续繁殖,维持窝里蚂蚁的数量。 如果是单后制,也就是只有一只蚁后的蚂蚁窝, 那就要看那只蚁后在它生前有没有产出过有生育能力的蚁卵了。 如果有的话,为特定的食物,第一个孵化出来的就会享受蚁后的待遇, 如果没有的话,公蚁有的时候会抓住同种蚂蚁昏飞的机会, 迎接一只新的蚁后飞进来。 如果这些机会全都错过了,那这蜗蚂蚁将在半年左右后灭亡。 这是在野外的情况,而动物园系统内,这蜗蚂蚁只有一个结局, 就是等待着灭亡。 多摩动物园决定把最后灭亡的过程展示出来。 以后死后一个多月,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蘑菇农场。 原本的节奏是刚刚长出军丝就收割,然后给大家吃。 但由于一个月没有新丁出生,迷你工的数量明显减少, 农场的活忙不过来了,一部分军丝没来得及收割, 长成了一大朵蘑菇。 我们可能觉得那还不好啊,吵着吃, 但是对于切业以来说就属于是面包长毛了,没法吃了。 接下来,蘑菇农场的规模开始缩小, 食物短缺跟变质导致大量的蚂蚁被饿死。 尽管如此,乙窩依然维持着从前的秩序, 大家在各自的岗位坚守着。 但以后死后两个月,秩序开始崩塌了。 零零星星的,有一些一般工还从窝外搬回叶子回来, 但成批的切业椅,出窝搬运树叶的场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以后去世后三个月,出现了让人感叹的场景。 那些体型是一般工三到五倍大的负责守卫巢穴的主力椅, 竟然也参与到搬运树叶,切割树叶的队伍中辛勤的劳作起来。 但是尽管剩下的蚂蚁都在努力的活着,也是无济于事。 从前的秩序之所以能维持,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不断的有新鲜的力量补充。 每天一千个新人出生,现在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了。 剩下的蚂蚁无论如何尽职尽责,生活都是极其艰辛的。 十月底,切业蚁展馆已经不再有活的蚂蚁了, 于是动物园宣布展览结束。 从蚁后死亡到蚁群全部个体死亡,经历了半年的时间。 很多去过现场的观众都会把这个蚁群的死亡和日本社会的老龄化联系在一起, 思考他们的将来会不会也是这样。 是不是面对严重的老龄化社会,再好的制度,再努力的个体,都是徒劳的呢?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可能对自己的反思有点过度了。 首先,人的社会跟蚂蚁的社会是完全不同的结构, 而且蚂蚁社会的运行规则上亿年来就没有大变过, 而人类社会的大变革,比如家庭形式,社区形式,国家的形态, 至少是以三五百年一大变的节奏在切换的。 适用于蚂蚁的规律直接套在人类社会,那是一种过度的解读。 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是84万,创了历史的新低, 而2021年上半年,全日本出生的人口是40.5万, 所以全年再创新低是板上钉钉的事。 这些数据并不假,但实际上经历了30年的严重老龄加少子化后, 日本人口大幅下降的趋势已经从日本年轻一代开始减缓了。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在2017年对日本人生育异乡的调查显示, 在已婚家庭里,一个都不想生的只占6.2%, 只想生一个的占18.6%,54%的夫妇想生两个孩子, 18%的夫妇想生三个孩子, 还有3.3%的夫妇想生比三个更多。 同样的问题,你的答案是多少呢? 最后生了多少,咱们先不说, 起码想多生几个的念头已经有了。 日本出生人口下降,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组成的, 一个是不愿意结婚, 一个是即便结婚了,要孩子的年龄太大, 导致之后来不及多生几个。 有人说,生娃不一定非要结婚呢? 这个观念在欧美确实是如此, 因为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 美国的非婚生孩子的数量就已经高于婚内生育了。 但不论从观念还是经济压力上, 租房或者买房都超贵的日本, 依然还是秉持着结婚才能生育的传统观念。 今天,日本新生儿主要出生在那些结婚年龄早稳定的家庭里。 而乙群的死亡, 与其说是以后死亡导致的, 不如说是隔绝与封闭导致的。 因为之前我们说过, 一个乙群, 不论是单后制还是多后制, 某个以后的死亡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但是在以后死亡了之后, 乙群其实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的, 条条都是延续血脉之路, 只有一条是死路, 也就是在动物园这个封闭的环境内, 隔绝了外部资源跟秩序的输入, 这样乙群必将灭亡。 我想, 这一条才是乙群和人群的相似之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